如果说主打优惠降价的双子仪 碰上了走性价比路线的产品 它们之间会插出怎样的火花 i7加4060的游戏本 我说一个书 6108 阁下应该如何应对 是的 同样是i7加4060的配置 其他品牌还在转7000的时候 省着双子仪直接干到了6108 让人直呼好家伙 虽然都说没有垃圾的产品 只有垃圾的价格 但笔记本你是买回去用的 便宜它肯定好啊 但是你不去看它的实际表现 那肯定都是狭扯弹 Z8我们已经带回家 整体表现如何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体验和实测 都双子一了 手上的硬币也别留着了 答应我这次一定好吧 既然是实测 我们首先先来看 大家最关心的CPU和显卡的表现 首先CPU方面 战神Z8搭载的是一颗13代 Intel库内处理器i7-E3620H 拥有6颗P核 4颗1核 10核16线程的核心规格 其中P核最大的加速频率 10.9几核 1核最大的加速频率 3.6几核 和我们熟知的i7-E3700H相比 少了4颗1核 以及0.1几核的频率 但对游戏影响较大的三缓 它俩均是相同的24兆 所以不难判断 这一颗i7-E3620H和上代的i7-E2650H一样 都是Intel针对游戏市场推出的特殊型号 从纸面参数的分析来看 E3620H较标准版的13代i7 还是要稍微弱一点 但对比标准版的i5 必定它更强 毕竟重要参数方面 它是有不少优势的 多出了两颗P核 且伤缓更大 频率更高 不过它们三者之间具体有多大差距呢 我们来看一下跑分 三项生产力项目当中 代表现代办公的PCMark10 E3620H跑出了7369分 相较标准版的13代i7低了12% 但对比标准版的13代i5 却强出15% 正好夹在两者之间 而代表渲染能力的Vera 和综合性能的CloseMark E3620H的成绩 和标准版的13代i7十分接近 对比标准版的13代i5呢 分别高出了36%和22% 通过实测结果来看 虽然E3620H 对比E3700H 生产力并没有它那么强 但是它们之间的差距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如果要对比i5 E3500H来讲的话呢 它却比E3500H要高出不少 只能说目前生产力的软件呢 还是更是P核的性能 在这里的话呢 少了两颗大核的i5 必然是更适合一些 来到理论性能方面 CPU-Z R20 R23 三项理论测试E3620的单核 平均比E3700H入4% 对比E3500H强出2% 毕竟同为13代i5 Rabbit Lake架构 在P核频率差不多的情况下 其单核的表现十分接近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至于多核性能方面 E3620H平均要比E3500H强出6% 理论性能不像实际的生产力 在能发挥出全部核心的情况下 多核差距E3620H和E3500H相比 缩小了不少 总之无论是理论性能还是生产力的测试 E3620H肯定是比E3500H要更强 但还是比不过E3700H 只能说英特尔的刀法也是很准的 为的呢就是突出这一颗CPU的游戏定位 那E3620H它的游戏性能表现会让我们满意吗 实测E1080迷信下6款游戏 网游方面E3620H搭配4060均能跑到14核子以上 帧数上对比E3700H的差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小 出于统一梯队 毕竟更重要的商画和配合两个CPU基本相同 而单机方面因为更吃显卡 所以差距还要更小一些 对于玩家来讲基本可以无视 不同于标准版的i7 对比E3500H的帧数差距呢那就比较明显了 网游方面E3620H基本可以高出40帧左右 而单机方面也有个10帧左右的差距 对于2077或者荒野大标课这类压力很大的游戏来讲 10帧左右的差距就决定了能不能60帧流长运行 同样我们也测试了这一台笔记本的2K分辨率下的数据表现 测试结果无图所思 CPU和显卡的部分呢我们也测完了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性能表现大家是否满意 仅从E3620H的表现来看 相同较为的游戏本选它肯定是赚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13代酷率里这种特殊型号的CPU并不只有i7这一款 还有一款i5级别的叫E3420H 和i7不同的是在最关键的商谎上它被砍了一刀 所以虽然我没有实际测过 但是我猜测至少网游方便 我想它肯定是打不过标准版的i5 OK我们再来回到这台笔记本产品本身 战神Z8的外观依旧延续今天标准的冷天模具 突出的呢就是一个沉稳低调加防盗 当然对于这个价位把配置给的足够有诚意的它 我反正是可以接受的 来到B面战神Z8搭载的是一块165Hz 2.5K的高刷屏 屏幕的数字经过我们的实测其色域覆盖了99.7%的sRGB 83.6%的AdobeRGB和97.9%的PCI P3 最大射准德塔E1.26平均射准德塔E0.2 最大的亮度可以达到350L 这样的一个实测数据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了 搭配高刷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体验都不会太差 要说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350L的最大亮度 但毕竟考虑到游戏本一般也是室内使用 所以问题也不大 来到C面神轴键盘的设计口碑其实一直都不错 其原因呢就是高渐程带来的良好手感 以及完全保留下来的全尺寸方向键和数字小键盘 以上对于游戏玩家来讲呢都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还能有改进的地方 那就找RGB了 战神Z8它是不支持分区调节的 不过这个较为嘛还要啥自行车呢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接口方面 战神Z8的拓展性还算不错 具体的规格如图所思 3AEC的数量日常使用肯定是够 就是网口在右边 在使用感上可能会稍稍有点不变 卸下背部全部14颗螺丝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散热和用料 上方散热模组 双风扇使出风口的设计 热管数量一共是有7根 具体的规格左边两根一出一系 右边4根 下方的元气签还单独覆盖了一根 实测室温25度的情况下 单烤FPU CPU温度95W 功耗一开始115W 后面稳定至90W 单烤GPU显卡温度87度 功耗满血140W 双烤CPU温度98度 功耗70W 显卡温度88度 功耗118W 通过双烤我们可以看到 整机最大的性能释放 应该是在190W左右 CPU显卡满载时 功耗均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性能释放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了 再看它的配置用料 中间是内存 品牌英雷达 单根16G 频率4800兆 旁边支持拓展一根 关于部分玩家交接的双8 还是单16 哪个好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单16更好一些 不要认为我是尬锤 毕竟笔记本买了 至少是要用个三五年 随着软件游戏不断的增大 万一未来真的有升级需求 单16操作起来 肯定会更方便一些 当然因为单根内存的原因 所以游戏增速这一块 还是可以有挖掘的空间 这一点 如果说在意的同学 可以直接到手升级 接下来 左边的是固态和玩卡 固态的品牌为 江波龙容量1T 读写速度无图所思 不够用的话 右边还可以再拓展一块 2.5寸的固态 或者说机械硬盘 网卡是英特尔的AX201 定位高端 日常使用武器单新 最后续航方面 电池在下方 品牌飞猫腿容量53.35瓦时 实测结论模式下 50%的亮度 关闭读写直联 P4 Max现代办公 接近5个小时 断电应急 妥妥勾用 经过了以上的体验呢 可以说这一台战神Z8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 虽然它的价格便宜 但是它的三大件均未缩水 性能释放上也是足够给力 但让我眼前一亮的 还是这一颗CPU的选择 这一颗特殊的i7 通过合理的阉割 用接近i5的价格 实现了不出i7的游戏性能 这波操作只能说666 神舟 还是懂得选CPU的 至于选购方面呢 这一台笔记本 目前双11的活动价 它就是6108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抓紧上车 不然后面涨价了 那可就后悔拍大腿 当然我知道 有的朋友肯定喜欢大的 所以呢 它还有一个17寸的版本 叫做G8 目前做活动的价格 6349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还请长按点赞 一键上点支持一波 如果说有不同的想法看法 或者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弹幕留言讨论 我是钢丹 我们下期再见